当你身体发烧的时候 各位 发烧 不是续菌和病毒干的 续菌和病毒没有能力 把你的体温升高两度 做不到的 那是你的身体为了战胜续菌和病毒 把身体储存的能量转换成热量 令到你的身体温度从37度升到39 40度 你知道不知道 你的身体要把温度提高两度三度 对于全身来讲 需要消耗掉多少的能量 才可以把温度提升上来 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你的身体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发烧之后 你经常感觉到很疲倦 经常感觉到很累 因为很简单 发烧的那个过程 把你身体的能量全部的燃烧掉 用来支持对抗续菌和病毒 可是当你的身体费了九六二斧之力 好不容易把那个身体的温度提升上来 提升两度三度 各位你知道在39度到40度之间 是病毒和续菌最难以防殖的温度 身体提升到这个温度 是为了抑制续菌和病毒的防殖 有利于把续菌和病毒消灭 可惜很多的人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到医院去降烧了 很多的孩子很可怜 他们活泼的身体 非常灵敏的免疫水平 被很多的父母亲和医生抑制着 很多的小孩 一遇到病毒和续菌 很快的就会应用发烧的方式 把他战胜 可惜每一次都没有好好的烧 好不容易身体把温度提升上来 结果就被你打针吃药掉平 令到温度又降下去 你会发现 凡是用打针吃药掉平 来治疗感冒发烧的人 他都会经常感冒发烧 频率非常之高 凡是由这个小孩 由这个人亲自去战胜感冒发烧的 往往战胜一次 就差不多一年两年之后 才被感冒发烧 甚至很少感冒发烧 原来这个发烧 是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用来战胜续菌和病毒的 很有效的方法 是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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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